哈喽大家好,我是不刷嘴皮子,只说好电影的惊悚哥 这里是惊悚哥的第二频道,感谢大家的订阅和支持 之前也为大家解说了《沉默的羔羊》和汉尼巴 今天给大家解说该系列的第三部电影《少年汉尼巴》 带大家一起走进食人狂魔汉尼巴成长之路上的内心世界 这是一个嗜血又浪漫的故事 电影开始,二战时期的立陶宛 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正在森林的湖边玩耍 男孩用木棍在地上写了一个字母M 宠溺地对着小女孩说M代表米莎 叫米莎的小女孩天真无邪地笑着 这个男孩就是年幼的汉尼巴 米莎是她的妹妹 他们出生在立陶宛一户贵族人家 从小生活富足,家庭和睦 可惜,战争无情地打破了一家人幸福的生活 1944年,德军从东线撤退 战火燃烧到了立陶宛 父母带着小汉尼巴和小米莎 到森林的一所小木屋里躲避战争 当时年幼无知的汉尼巴不知道 这所破败的木屋成了她人生噩梦的开端 外面炮火纷飞,越来越烈 木屋里的一家人只能祈祷着战争快些过去 所有准备的生活用品已经所剩无几 最要命的是,食物也快没有了 在这冰天雪地里,靠打猎很难支撑下去 一天,一辆俄军坦克开进森林的小木屋前 请求给他们加水 不想惹麻烦的汉尼巴父亲答应了下来 这时,天空中轰鸣声响起 德军的轰炸机追了上来 俄军机枪手果断开火射击 两拨人展开激烈的战斗 最后,坠毁的飞机撞上坦克 所有士兵同归于尽 而在枪林弹雨和纷飞的炮火中 汉尼巴的家人也全部罹难 只留下年幼的汉尼巴和妹妹米莎 在木屋里相依为命 另一边,一伙俄国逃兵向德军投降 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诚 果断杀死了自己的同胞 接着,逃兵小队抢了一辆救护车 大肆搜刮阵亡士兵的遗物和战争物资 可惜,战场风云变换 俄军开始反攻,德军溃败 逃兵小队利用救护车掩护 脱离了俄军围剿 一路逃到了汉尼巴的小木屋 面对闯入的一群凶神恶杀的逃兵们 小汉尼巴勇敢地拿起长矛 企图保护妹妹 逃兵首领格鲁瑞斯 则用妹妹做威胁 使汉尼巴放弃了反抗 逃兵小队把兄妹羊人绑在一起 将木屋里值钱的东西洗劫一空 连妹妹米莎的手镯也不放过 暴风雪越来越大 战场局势越来越紧张 外面到处是俄军的绍港 逃兵小队也只能藏在这里 但是最可怕的问题来了 食物已经全部被吃完 再这么撑下去 所有人都会饿死 这天,一名逃兵外出打猎回来 只带回了一只冻僵生虫的兔子 狡猾的格鲁瑞斯 愤怒地从这逃兵的大衣里 翻出一只死鸟 他坐在椅子上 一口一口狠狠地撕咬着死鸟 逃兵小队所有人都沉默不语 他们一夜夜撕下汉尼巴家庭相册 生火取暖 目光却变得阴冷起来 半想过后 满嘴鲜血的格鲁瑞斯 猛然抬起头 似乎下了什么决心 狠狠地说要么吃要么死 众人抬头 看向在二楼色色发抖的 小汉尼巴和米莎 镜头转换到八年后 时过境迁 汉尼巴原来的家 被改造成了人民孤儿院 他现在已经长成了 英俊挺拔的少年 只是目光格外的阴冷 也从不多说话 因此经常受人排挤 他每晚在梦中 都会闪回到那所木屋中 虽然只是零碎的画面 却让他忍不住尖叫呐喊 无法忍受他的管理员 将他关到地下禁闭室 地下禁闭室内的汉尼巴 熟络地通过密道 来到原来母亲的卧室 在抽屉中 发现了几封书信 找到了他远在法国的 一个叔叔的地址 决定逃走去叔叔家 临走时 汉尼巴悄悄前回宿舍 企图杀了管理员 但是又改变主意 转身离开了 清晨起来的管理员 去地下禁闭室找汉尼巴 却被藏在地上的捕兽夹 夹断了腿 一路躲避士兵追捕 穿过国境线 乘火车 历经千辛万苦 终于在一个风雪夜 抵达了法国叔叔的庄园 接待他的是叔叔的妻子 子夫人 那时 徬徨无助的少年汉尼巴 没有意识到 这个端庄典雅的日本女人 将改变他的一生 此后 漫长岁月中的所有善恶 都由他而起 叔叔已经去世一年多了 子夫人收留下了 这个落魄的少年 虽然他似乎有了一个 像样子的家 但是每晚 他还是闪回到小木屋里 那些他记忆缺失的段落 依然会让他尖叫不已 只不过 现在尖叫了惊醒后 没有了管理员的叫骂 而是子夫人 柔声细语的安抚 子夫人给予了少年汉尼巴 从没有给过的温暖 渐渐打开了他紧闭的心门 他教汉尼巴插花 插道 剑术 带他祭拜自己家族祖先的灵位 给他讲述 东方武士们快一恩仇的故事 让汉尼巴充满无限的向往 汉尼巴在子夫人的教导下 慢慢走出一霾 成长成一位 优雅 勇敢 坚毅的青年才俊 同时 他也对这个优雅端庄的 东方女子 见生情愫 虽然这份情愫 很快被打破 一天 子夫人带着汉尼巴来到市场买菜 被一名粗俗的屠夫出言骚扰 子夫人没有理会 肥胖的屠夫却得寸进尺 捏了子夫人屁股一下 一边的汉尼巴忍无可忍 将屠夫扑了过去 两个人扭打在一起 最后双双进了警局 这名屠夫 曾经是一位和纳粹合作的卖国贼 一直被负责此案的波皮尔警探所不持 他将汉尼巴简单教育了一下 就放了回去 然而 回到家中的汉尼巴 不愿这样轻易放过屠夫 他来到先祖寺堂 请出了一把武士刀 用丁香油精心擦拭 脑海中闪回 屠夫处理猪肉 和逃兵头领格鲁瑞斯 生吃死鸟的画面 此刻的汉尼巴 像受到了某种召唤一样 庄重地戴上了武士面手 画面一转 屠夫正在湖边悠闲地钓鱼 忽然听到车边有响动 于是过去查看 在车边草地上弹琴的汉尼巴 已恭候多时 他优雅地 请屠夫向子夫人道歉 屠夫却继续张狂地出言不逊 汉尼巴脸色一变 拔出道来 肥胖笨拙的屠夫 哪里是他的对手 被像猪一样 一刀一刀火火刮到死 完成虐杀后 血腥的气味 似乎让汉尼巴食欲大震 他将屠夫的鱼带回家 交给厨师烹饪 厨师将做好的鱼端上来 告诉他 很多动物的腮肉是最好吃的 心情愉悦的汉尼巴 借了下来 回头向子夫人会心一笑 午夜 心中不安的子夫人来到祖先祠堂 赫然看到了摆在正中间的屠夫的人头 惊吓中又有些感动 汉尼巴忽然从身后出现 子夫人告诉他 不需要为了他这么做 汉尼巴表示 自己不会允许任何人伤害他 赶来的警察将汉尼巴带走了 因为在尸体上发现了丁香油的味道 并且近期只有汉尼巴与屠夫发生过冲突 他们对汉尼巴进行了测谎 结果却毫无问题 敏锐的波皮尔警长觉得 这个目光历临的少年深不可测 留下他继续审讯 在两个人谈话时 一名警察进来报告说 屠夫的人头被人摆在了警察局门口 脑门刻着纳粹的标记 应该只是一场战争仇杀案 与汉尼巴没有关系 就这样 汉尼巴喜情嫌疑被放了出来 而将屠夫摆在警署门口的正是子夫人 两个人联手摆脱了这次危机 由于叔叔已经死了 子夫人无力支付巨额的遗产税 不能继承这座庄园 只好变卖家产搬了出去 聪慧机敏的汉尼巴考上了医学院 从此迷恋上了解剖人体 为了得到奖学金 他自愿为学校解剖室提供尸体 所提供的尸体 都是在监狱被处决的犯人 在这个过程中 他接触到了一种药物 土针剂 这种药物会麻痹大脑 唤醒潜意识的回忆 汉尼巴好奇地为自己注射了一只 希望可以唤醒自己遗忘的记忆 在土针剂的作用下 逃兵首领格鲁瑞斯 检查了妹妹米莉的身体 表示她已经患了肺炎 早晚会死 就先吃它 其他逃兵们欣然同意了 高歌着将米莉拖到外面的雪地中打死 然后一起烧水煮熟 大块剁移起来 接着的画面是 几发炮弹轰炸到了小木屋 逃兵小队们纷纷撤离逃跑 在木屋倒塌的一瞬间 一名带着他们所有人名牌的逃兵 回头去拿掠夺来的珠宝 被追下的楼梯砸死 和名牌一起永远地埋在了废墟中 年幼的汉尼拔独自一人跑了出去 饥寒交迫地倒在了雪地中 被苏联战士救走 送到了孤儿院 土真机要劲过了 汉尼拔醒过来 她决定去小木屋的废墟中 寻找逃兵落在那里的名牌 然后一一复仇 一个都不放过 汉尼拔做好了一切准备 一路乘火车回到了立陶宛 然而在过边境检查的时候 被一个边防军官盯上了 这个军官就是当年那群逃兵中的一员 多特里希 她在入境花名册中 看到了汉尼拔的名字 汉尼拔牵着一匹马来到小木屋 多特里希在她后面不远处跟着 她用马拉开倒塌的一些房梁和柱子 找到了母亲藏起的珠宝 还有那些逃兵的名牌 她一个一个翻着名牌 忽然察觉到了 后面准备袭击她的多特里希 立刻转身抄起棍子 几下就将她制服 多特里希被汉尼拔绑在一棵树上 粗壮结实的麻绳从脖子上绕过去 另一边系在马上 只要汉尼拔一催动马跑 她立刻伸手一出 汉尼拔将从木屋废墟中 找到的妹妹米莎 残留的遗骨和遗物埋葬 然后审问多特里希 其他逃兵的下落 惶恐的多特里希表示 自己只认识一个叫格兰茨的 她在加拿大 其他人都死在了战争中 汉尼拔继续追问 他们的首领格鲁瑞斯在哪里 多特里希一开始说不知道 汉尼拔立刻掉头牵着马就走 随着吸在脖子上的绳子越拉越紧 眼看要被勒死 多特里希只好供出了 另一名逃兵科纳斯 科纳斯一直跟着格鲁瑞斯混 他就在法国的风担白路 可是汉尼拔却丝毫 没有饶了他的意思 宁笑着 唱着那天逃兵们 吃妹妹米莉时高唱的歌曲 然后催动马跑 绳子活生生地 把多特里希的脑袋勒了下来 接着汉尼拔踩了几颗蘑菇 割下多特里希脸颊上的肉 饱餐一顿后离开了 另一边 在巴黎的子夫人 发觉汉尼拔不辞而别 感到一丝不安 全家丧生在广岛原子弹中的她 早就在这个少年身上 寄托了别样的情感 直到汉尼拔平安归来 她一颗悬着的心才踏实 两个人热切地拥抱在里面 归来的汉尼拔向子夫人坦白了一切 表示自己要继续复仇 下一个仇人就在风担白路 于是子夫人和她来到风担白路 找到柯纳斯开的餐馆 餐馆中养着一种叫声奇特的鸟 这引起了汉尼拔和子夫人的注意 汉尼拔平静地说 这叫石米鸟 和我们人类一样 当闻到同类被蒸煮的香味时 仍然会放声歌唱 汉尼拔调查发现 如今的柯纳斯化名克里贝尔 有着体面的身份 和漂亮可爱的一对儿女 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汉尼拔用水果 将在一边玩耍的 柯纳斯的女儿吸引过来 发现这个小女孩手上戴的镯子 正是妹妹米利曾经戴的那一只 她一边逗小女孩玩 一边偷偷把柯纳斯的名牌 放进小女孩的口袋中 善良的子夫人请求汉尼拔 看在柯纳斯已经有孩子的份上 饶恕她吧 汉尼拔冷冷地回答道 她孩子的手上还戴着我妹妹的手镯 柯纳斯将乱跑的女儿叫了回来 准备带她们去教堂 临出发时 却在女儿的口袋里 发现了自己当年 还是一个臭名昭著的逃犯时候的名牌 吓得她一哆嗦 此时汉尼拔和子夫人 已经不见了踪影 柯纳斯急忙找到当年的几个逃兵 聚在一起讨论如何应对 这几个逃兵跟着格鲁瑞斯 做贩卖人口的生意 混得有模有样 他们都已经忘记了 这个叫汉尼拔的少年 只有格鲁瑞斯还记得汉尼拔 他吩咐逃兵米尔科 去处理掉汉尼拔 米尔科随即开始跟踪拍摄 汉尼拔和子夫人 这个惨死的人 是他一直在追捕的 一伙战犯中的一员 这伙危险的战犯 曾经在汉尼拔幼年所居周围流窜 或许汉尼拔能知道点什么 子夫人告诉他 汉尼拔没在家 或许在医学院 接着警长波皮尔 然有兴趣地问起了 他和汉尼拔之间的事情 他问子夫人 你的家人都死在了 长岛原子弹爆炸 你失去了一切 他也失去了一切 你之所以保护这个男孩 就是因为他和你有同样的遭遇吗 子夫人说 是的 只是因为同病相连 显然 子夫人只吐露一半事情 现在他对这个冷酷的少年 以见生爱意 波皮尔到汉尼拔的房间搜查 找到了这几个战犯的名牌 又在墙壁上看到 一张又一张 由汉尼拔凭借着记忆 亲手画出的战犯头像 他意识到 这个冷酷英俊的少年 一定也在搜寻他们 与此同时 米克尔跟踪汉尼拔来到了医学院 他捏手捏脚 跟着汉尼拔进到了实验室内 激敏的汉尼拔早已察觉 悄悄照到他身后 一针麻醉剂扎到他的脖子上 醒来的米尔科发现 自己被吊在了福尔玛林池中 汉尼拔面带微笑地 将他的衣服烧掉 米尔科惊恐地意识到 这是要毁尸灭迹 拼命求饶 在汉尼拔的逼问下 他交代了格鲁瑞斯的住处 然后被汉尼拔 毫不留情地 沉入了福尔玛林池底 并盖上了盖子 汉尼拔蹲在盖子上 看到波皮尔正在等他 波皮尔拿出 在他家里搜出的逃犯名牌 他表示自己已经知道 他杀了多特里希 并且吃了脸颊上的肉 如果汉尼拔在法国 任何一个地方杀人 他都会一视同仁 将他抓捕处死 汉尼拔却表示 无所谓的态度 波尔皮有些愤怒地警告他 不要去招惹哥鲁瑞斯 那是个心狠手辣 臭名昭著的黑社会老大 然后将汉尼拔 带到了警局路口供 表示自己会用法律的武器 为所有受害人讨回正义 在警局 录音机中的袋子缓缓转动 汉尼拔平静地讲出了 木屋里发生的一切 故事令人胆战心惊 但是汉尼拔却毫无情绪波澜 最后波皮尔再次劝说 汉尼拔将一切交给警察来处理 汉尼拔果断拒绝了 看着汉尼拔离去的背影 波皮尔明白 真正的汉尼拔 已经死在了 1944年那个寒冷的冬天里 和妹妹米莎一起离去了 现在这个英俊挺拔 却目光阴冷的少年是一只魔鬼 决定一旦跟随他找到格鲁瑞斯 就抓捕汉尼拔 送到精神病院 回到了家中 子夫人和汉尼拔激烈地热闻起来 他试图劝说汉尼拔不要再复仇了 将惩罚战犯的事情交给警察们 和他一起过平凡的日子 汉尼拔表示不可能 自己已经停不下来 然后转身离开了 留下客厅里落寞的子夫人 回到医学院里 汉尼拔火化了 溺死在福尔玛林中的米尔科 送货的女孩 一路潜入了格鲁瑞斯的豪宅中 在楼梯设置好炸弹 然后持枪闯进了浴室 正在一边洗澡 一边欺凌被掠来的女人的格鲁瑞斯 看着这个一脸杀气的不速之客 不敢轻举妄动 门外送衣服进来的保姆 吓得赶忙下楼通风报信 汉尼拔宁笑着 将格鲁瑞斯的名牌丢给了他 接着又拿出准备好的汽油撒下 掏出打火机准备点燃 这时候 格鲁瑞斯的手下赶到 及时制服了汉尼拔 将他按在了浴缸上 此时猫手关系到了过来 刚才还不敢反抗的格鲁瑞斯 变得张狂 戏谑地蹂躏着汉尼拔 突然间 汉尼拔布置的炸弹爆炸了 电路受损 整个屋子陷入一片漆黑 众人乱成一团 汉尼拔趁乱逃了出去 回到家中的汉尼拔 发现子夫人不见了踪影 此时电话铃声响起 是格鲁瑞斯打来的 他绑架了子夫人 被强迫推去接电话的子夫人 顺手推了一把鸟笼 十米鸟开始叽叽喳喳地乱叫着 子夫人在电话里说 你听 你仔细听 聪慧敏捷的汉尼拔 立刻反应了过来 因为电话那边 传来隐隐约约的 十米鸟的叫声 由此推断 子夫人一定被困在 科纳斯的餐馆里 狡猾的格鲁瑞斯 给汉尼拔指定了另一个地点 表示明天见面 一命换一命 如果不来 就割下子夫人的脸 笼之逆铃不可触碰 对于现在的汉尼拔来说 子夫人就是他的逆铃 这是他在世界上 最后一个亲人了 汉尼拔来到子夫人的家族祠堂 请出武士刀 藏在背后 骑着摩托车 来到了科纳斯的餐馆里 面对汉尼拔 科纳斯一开始装傻充愣 表示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汉尼拔微笑着 拿出两样东西 一个是科纳斯从米莎手上掳走的 现在送给自己女儿的手镯 另一个是一团血肉 科纳斯立刻暴怒 转身拿起刀 和汉尼拔扭斗在一起 将汉尼拔击倒在地 不料汉尼拔掏出了一把手枪 暴怒的科纳斯立刻冷静了下来 汉尼拔表示 只要告诉他 子夫人和哥鲁斯在哪 他保证他家人平安 无奈的科纳斯告诉汉尼拔说 现在子夫人 已经被转移到一艘 专门用来贩卖人口的大船上 汉尼拔将电话打过去他家里 然后把话筒递给科纳斯 科纳斯妻子告诉他 家里一切平安 什么事情也没有 科纳斯才明白 原来那一团肉只是牛肉而已 汉尼麻雀告诉他 我只是兑现一个诺言 我答应过一个人 看在你女儿的份上饶你一命 然后他脸上露出微妙的笑容 将手枪缓缓放在科纳斯面前的桌上 笑着盯着他 科纳斯犹豫一会儿 决定冒险斩草除根 上前一步要拿起手枪 但是汉尼拔的刀更快 忍刀从上到下 贯穿了科纳斯的脑袋 科纳斯一命呜呼 汉尼拔把刀藏到背后 转身离去 在船上 格鲁瑞斯调戏羞辱的子夫人 他曾经毁掉过汉尼拔最亲的妹妹 他现在也要毁掉这个 他最爱的女人 忽然他听见了门外有打斗声响 明白是汉尼拔来了 狡猾的他将门打开 然后悄悄躲在门后 一路从港口拼杀过来的汉尼拔 透过门缝 看到了被绑在凳子上的子夫人 急忙推门进入 被埋伏在后面的格鲁瑞斯 一枪击中后背倒地 他戏谑地看着动弹不得的汉尼拔 拿出刀在他的裆部笔划一下 然后又一拔抓住子夫人 让汉尼拔眼睁睁看着 自己心爱的女人 被自己最恨的人凌辱 在格鲁瑞斯转过去 骑在子夫人身上时 地上的汉尼拔 侧身拔出后背 被子弹打断的刀 原来子弹只是打在了刀上 汉尼拔并没有受伤 暴起的汉尼拔 一刀切断了格鲁特的跟腱 格鲁特惨叫着栽倒在地 缓慢地向前试图拿手枪 汉尼拔将他拖到地板中央 一把扯住耳朵 就要割下他的脸皮 子夫人急忙让汉尼拔助手 表示应该把他交给波皮尔警长 汉尼拔转过头 咬着牙对子夫人说 他吃了我妹妹 格鲁瑞斯却冷笑着 对汉尼拔说 我们彼此彼此 你也吃了你妹妹的肉 听闻此言 汉尼拔惊呆了 他声音颤抖着说 不 不可能 格鲁瑞斯继续讥笑着说 那时候你已经饿得一时模糊 把肉汤喝第一干二净 还舔着勺子 情绪彻底失控的汉尼拔 发出野兽的怒吼 用刀在格鲁瑞斯的胸口 刻下了一个代表妹妹 米莎的字母M 这时候老船长进来了 子夫人一刀将她割吼 然后紧紧抱着汉尼拔 哭着说 停手吧 原谅他们 我们远走高飞 汉尼拔一把推开子夫人 表示不可能 子夫人正了一下 忽然间明白 这个少年 已经变成了十足的恶魔 于是转身离开 看着子夫人远去的背影 泪流满面的汉尼拔 深情地说了句 我爱你 子夫人回头淡淡地说 你的心里 没有给爱留下位置 随着子夫人窈窕的身影 消失在走廊尽头 汉尼拔心中 最后一次温暖与光明 也消失殆尽 她猛地 扑在格鲁瑞斯身上 疯狂啃识着 整艘船上都回荡着格鲁瑞斯 凄惨的叫声 港口上的警察们 正在安抚子夫人 忽然一声爆炸巨像传来 那艘船 瞬间被炸成了碎片 子夫人痴痴地望着 脸上尽是悲伤与落寞 她含着泪花 轻轻地喊了声汉尼拔 此时 满脸血雾的汉尼拔 正在彼岸的树林中 逃向远方 影片的最后 哀哀白雪的树林中 一间贩卖动物标本的小店前 汽车停下 带礼帽的少年进到店内 摘掉礼帽 不难看出 此少年正是汉尼拔 老板赶忙出来迎接 汉尼拔平静地说 我来取一颗人头 老板将目光落在桌上的名牌 拿起来看 正是自己的名字 格兰茨 汉尼拔宁笑着 然后就是驾车离去的镜头 电影结束 剧情复盘 出生在立陶宛贵族世家的幼年汉尼拔 双亲在战争中丧生 和妹妹米莎 在一间小木屋里躲避战火 相依为命 一伙以格鲁瑞斯为首的逃兵小队 闯进来 洗劫了他们兄妹二人 占据小屋 躲避俄军围剿 随着食物越来越少 丧心病狂的逃兵们 吃了妹妹米莎 饿得一时混乱的小汉尼拔 也喝了一碗肉汤 后来昏倒在冰天雪地里 被苏联士兵救走 在孤儿院度过一时后 又跑去法国投奔叔叔 谁知叔叔早就去世了 他的婶婶子夫人收留了他 两人相处中健身情愫 最终突破了道德的束缚 虽然生活开始安定 还有了属于自己的温柔港湾 但是汉尼拔 依然无法从儿时的梦魇中走出来 他决定一一杀死那些 吃掉妹妹的逃兵 给妹妹报仇 在一次又一次的杀戮中 他渐渐坠入黑暗 喜欢上了血腥的快感 背负多起命案 不得不告别子夫人 这也抹去了 他心中最后一丝光明与温暖 从此 汉尼拔的世界中再无阳光 直到多年后 他遇到了一位 叫斯塔林的实习女探员 然后就有了 《沉默的羔羊》中 跌宕起伏的剧情 至此 《沉默的羔羊》 《沉默的羔羊2汉尼拔》 《少年汉尼拔》 已经为大家解释完毕 下期为大家带来 《汉尼拔》系列的最后一部 也是最精彩的一部 《红龙》 在《红龙》中 高智商的食人狂魔汉尼拔 将迎来此生最强硬的对手 硬核警探威尔 汉尼拔会落得怎样的下场呢 下期视频为大家解说 好了 本期视频就是这样 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 咱们下期见